印度破大方 不光六次入常都没成功 下一次的申请机会还被延长到五十年以后 进入五常市印度 除了大国梦以外的又一梦想 为此他们不惜砸钱去交朋友 结果钱没了 愿望也落空了 一次又一次丢人现眼 被人嘲笑 印度也不是没有脾气的 但举目思望 他们只敢把气撒在邻居身上 竟然将他们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中国是五常 印度网友干脆没有风度的叫嚣 都是发展中国家 凭什么中国就可以进五常 中国网友回复 你要是闹这个事 那我们可就不困了 那么中国凭什么以发展中国家的姿态 坐稳五常之一的位置的呢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各位粉丝朋友 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 支持一下 就在2022年 印度第六次鼓起勇气 申请入常 前五次都被五常中的一个成员 以一票否决权阻止 学聪明的印度 这次居然想着废除一票否决权制度 好家伙 这可真的是同时惹了所有常任李世国 果不其然 这次印度又失败了 被俄罗斯直接一票否决 气急败坏的印度网友们 又开始在油管上大肆发泄 其中还有不少人指责中国 虽然这次反对的明明是俄罗斯 但没办法谁让印度觉得中国更好欺负呢 于是他们不能合理加入 干脆打起了歪门邪道 要求中国把五常的位置还给印度 最好笑的是 他们又怕得罪了俄罗斯 干脆帮俄罗斯想好了托斯 是迫于中国的压力 俄罗斯才反对的 他们还愤愤不平地翻历史的旧长 说当时是他们明明收到了邀请 但是忙着独立没空去参加 才让中国赶上了好时机 当时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 争论个天昏地暗也没有用 单单就看他们说出的中国最弱的话 就知道他们压根既不自知 也认不清对手的势力 毕竟 现今世界上唯一一个打赢联合国军的国家 就是中国 但印度可不管这些 他只知道 如今的他和自己任何一段历史时期比起来 各方面都更强大 可以说 现代就是印度的盛世 这导致了印度人的各种迷之自信 也理所应当的 让印度有了一个大国梦 尼赫鲁曾说过 一定要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 否则宁愿消失的名言 虽然在外界看来 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但印度一直在想方设法地实现前者 而如何成为被世界所认可的大国 印度将目光盯上了联合国安理会 并认为只要能加入进去 自己就能被其他国家另眼相看 就能实现自己伟大的复兴梦 可印度搞错了顺序 不是入常成功就能成为被认可的大国 而是要先成为被认可的大国 才能有机会入常 这一道理 中国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可一直眼红中国的他 似乎从未意识到 联合国有着六大部门 其中最重要的叫做安全理事会 而我们说的入常 就是一个国家记录安全理事会 并成为常任理事成员之一 安理会也是联合国各部门中 唯一和军事相关的 掌握者军队的调动权力 也决定着联合国的武力如何使用 而五个常任理事国 就是这项权力的实际掌握者 因此很容易就能看出 是武昌寄予联合国权力 让其有底气 有权力去处理国际上的一些纷争 可印度没意识到这一点 他固执地认为 安理会没有他的位置 仅仅是因为他的缺席 可实际上 中国能有如今地位 全是凭自己一分一毫打拼下来的 武昌都是在二战中 付出过巨大牺牲的 中国在二战时的贡献 自然不必多说 而随后的抗委援朝战争中 中国以一国之力 打退以美国为首 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 这一战是中国的立国之战 直接奠定了新中国 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 也为后来重返联合国 成为常任理事国 打下了基础 但印度除了会战中国的 快速失败以外 就只剩下了嘴硬 说起印度的首次入常常试 是在上世纪90年代 这个时间点很特殊 曾作为常任理事国的苏联解体 当时普遍认为 常任理事国会有调整 其中对此最兴奋的 要属印度 他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安理会上空出的席位 必然要有一个新的大国填补 自信的印度 觉得这个大国非自己莫属 他不信俄罗斯继承论 觉得忌惮俄罗斯的西方国家 肯定想要扶持一个 亲西方的大国上位 而这个角色非他莫属 然后就在苏联解体的前一天 联合国宣布 俄罗斯将取代苏联 成为新的常任理事国 印度的第一次美梦 宣告破裂 不过印度也没有就此放弃 既然取代现有的 常任理事国席位做不到 那就让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增加 印度觉得自己一定可以入常 原因除了开头提到的 印度认为自己是个大国 而且印度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未来可期 安理会号称世界大国的俱乐部 印度认为自己有着 与该俱乐部匹配的资格 再就是 印度的确是一个军事大国 虽不能和武昌相比 但也算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那种 拥有自主的军工体系和核武器 那必然有能力分担安理会的责任 印度的地理位置有着先天优势 占据南亚并且统治着印度洋 外交方面既能独立自主 又能广泛受到大国们的喜欢 当然 这种喜欢更多还是因为 印度喜欢给钱 而且印度认为自己 在联合国的贡献突出 为何出兵出钱什么的都很积极 因此觉得自己配得上渡场 随着印度的积极表现 一次真正的入常的机会 还真就出现了 冷战结束后 联合大会通过了一项改革倡议 这项倡议的主要内容 是说随着新世纪到来 半个世纪以前的联合国宪章 有些过失 需要做出新的调整 见现有武昌也肯定了这份提议 印度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可以借着这次改革 增加安理会的席位 从而完成自己入常的美梦 然而 武昌的肯定 必然是在不触动自身利益的前提下 而印度的想法却会直接分走武昌的蛋糕 很快 在印度的积极奔走之下 那一年的联大 通过了印度提出的 想要增加安理会席位的提案 印度开始得意了 这回 看我不狠狠拿捏了 结果 这份劳心费力的决议 一直在安理会放着吃灰 长时间的搁置 别说给个结果了 武昌甚至都不惜得讨论一下 在浇灭了印度狂热激情的同时 也终于让他想通了一点事情 那就是 武昌的一票否决真的很香 他更想要了 而且他还找到了其他想要入常的做盟友 于是他又开始了新的计划 他先后找到了巴西 德国 日本三位盟友 经过一番合纵连横的操作后 四国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达成共识 不得不说 这次四国联盟的做法 还真有着不少效果 也是印度最为接近成功的一次 2005年 在四个国家成功让联大通过他们的提案 并且直接要求安理会增加六个席位 可能有人疑惑 四国联盟 为什么要六个席位 除了想要保留更多弹性空间外 挖掘潜在队友外 也可以让这四个国家的野心 显得不那么绝对 对此 安理会竟然同意了 美国作为代表出来 告诉他们 可以增设常任理事国席位 但最多只能增设两个 席位已经摆在眼前 只要伸手就能拿到的 可两个位置不可能满足四个国家 于是争夺开始 四国联盟也在此刻不攻而破 再加上本来联大会议上 就不是所有国家都支持四国联盟 甚至有些国家还特别成立了 反对着四国联盟的组织 此时四国联盟内部又起争执 以来二曲之下 安理会改革提案 甚至都通不过联大决议 根本呈现不到安理会上 这次经历的失败让印度明白 对有什么的是靠不住的 入常的机遇必须自己把握 而且与其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 不如主动讨好武昌来的实在 于是印度转变外交策略 此前印度为了获得良好的国际形象 对着各国广泛撒钱 而现在他将这些钱撒向了武昌 就比如印度一美元买美国航母 结果前前后后花了40亿 表面上看印度被美国坑惨 可实际上或许印度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为自己的无偿之路花钱铺路 而新的机遇就这样被钱币浇灌出来 2021年 武昌先后表态 可以支持印度加入常任李世国 此时距离上一次的四国联盟 已经过去了15年 这期间印度花掉的钱已经数不计数 早在奥巴马时期 美国政府就对印度许诺 希望在安理会经过改革后 可以接纳印度成为常任李世国 然后美国就从印度这儿 得到了100亿美元的订单 却被随后上任的特朗普立刻变脸 印度苦等许久 终于到了2021年 拜登上台 印度抓住机会撒钱 希望获得美国支持 并在随后的美日印澳四国峰会上 成功得到美国的支持 而好运似乎源源不断 俄罗斯此时也表态 支持印度的改革提案 法国也适时站出来 由于还有72架阵风战斗机的生意 要和印度做 便也支持印度的入场计划 英国自不必多说 要知道英国最大的对手 始终是欧洲大陆上的法国和德国 脱欧之后 英国为了分化欧盟 一直想支持德国入场 并想以此来让德国跟法国对立起来 但以英国自身想要做到这些 无疑非常困难 他需要找个盟友支持 中美俄对欧洲这些事自然不感兴趣 于是印度成了英国的首选 英国支持印度入场 从而两国在一起支持德国入场 如此 形势一片大好 常任李世国武票 印度已得其次 这个持续多年的入场梦 似乎就要实现 但梦终究是梦 之所以那些国家能这么痛快地表示支持印度 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印度根本不可能入场 我知不支持都无所谓 更何况只要口头同意一下 就能获得大量的好处 何乐而不为 而且先前说过 武昌给予了联合国的军事权利 他们并不认为 印度拥有治理这世界的能力 印度的国力 也不可能赋予联合国权利 最重要的 也是印度人至今没有想明白的事 武昌不是靠着外交 不是靠花钱 更不是所谓改革而来的 而是靠着在之前世界级别的战斗中的表现 绝对实力 我国就是最好的例子 从建国初不被看好的贫弱国家 到之后历经一场场战斗 最终成为联合国一众成员都期盼的 能够加入安理会 调节美苏两极矛盾的大国 中国的经历 无疑让印度眼红 明明都是从殖民地解放在独立 明明都是领土辽阔 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凭什么在国际上 中国声音永远大于印度声音 一时半会儿 印度应该还想不懂这个前因后果的问题 但可以预见 未来印度必然还会在入常这一道路上继续努力 其实很多人都会疑惑 印度为什么对入常如此执着 难以想象对于印度或是巴西这样发展中国家 入常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强者说话声音更像 在这样的世界中 发展中国家想要维护好自己的利益 很难很难 印度 巴西已经是发展中国家的佼佼者 可依旧艰难 中国是唯一的特例 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的武昌地位 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吃的苦 我们用不着吃 这可能就是其他发展中国家 对于入常孜孜不倦的原因之一 有一句话说 如果事与愿违一定是另有安排 印度入常是必定不可能的 这场梦注定破碎 也只有梦碎了 才能让一只仰望星空的印度 开始脚踏实地 才不会四处花钱拉选票 而是务实发展国内 才真有可能实现那个大国梦 而当他真正获得了 足以让世界听到他声音的实力 或许他将不执着于武昌的身份 因为入不入常 他都有能力让世界听到他说话 这场梦注定破碎 这场梦注定破碎